千灰狼小队长卢比欧与新狼王巴特勒 美联社 记者蔡后宣众和报道 西班牙金头卢比欧 Ricky Rubio 今夏离开灾了六季的明尼苏达 本期转战爵士 今日爵士客场出战灰狼 千灰狼小队长卢比欧在出场时 还是获得主场球迷的鼓掌欢呼声 不过比赛末节却汉从共有来的新狼王 J.巴特勒 Jimmy Butler发生口角 而卢比欧面对老东家 砍下19分5篮板10次助攻 不过最后爵士还是以97比100不低灰狼 卢比欧在今年被灰狼交易到爵士 在效力灰狼的六年共出赛353场 场均31 8分钟绞出平均10 3分4 二篮板8 5助攻的成绩 生涯2994助攻 747次抄截 两项记录都仅次于灰狼传奇球新狼王贾迈特 Kevin Gonnett排在队时的第二位 而在比赛末节剩下6分多钟时 卢比欧与金下从共有加盟的新狼王巴特勒发生口角冲突 主场球迷选择力挺巴特勒 卢比欧也遭到全场球迷虚声伺候 不过赛后灰狼球迷在推特上特别制作了卢比欧爵士和灰狼的对比赵并向他致谢 写下感谢你卢比欧 感谢你为明尼苏达奉献的一切 你值得我们全场醒来为你欢呼 哦 而这场比赛也是灰狼自2012年主场对阵国王的主场 开幕战后的首次射光 全场共18978张门票 灰狼官方赛后也上传了一段咸风 威金斯Andre Wiggins赛后拥抱申请卢比欧的影片并且下尊敬 卢比欧此一第四截连的十分差点帮助球队逆转 也让爵士教头史尼德 Quinsnader对于这名核心空位大力赞扬 爵士卢比欧法新社